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之前我miss掉了 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多新闻 我miss掉这个新闻 就是这个纳吉他那时候 他不是很大声的跟全世界道歉 我那时候有做纳吉道歉的那个视频 但是之后我们的手下安华 有一个反应 就说这个手下安华他说 我接受了这个纳吉的道歉 这个东西我没有做到视频 可是我今天我翻报纸 我又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新闻 ok不要紧 我今天我就补做一集视频 就是来讲一下 关于这个安华接受这个纳吉道歉 ok 老实说 这个安华接受纳吉的道歉 为什么我之前我都没有去放太多心思 在这个新闻 因为我觉得根本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呢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很多人在那边炒作这个新闻 就说 你看这个安华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 巫统所有垃圾都可以收 这个纳吉接下求他都可以接受他的道歉 bilibra之类 安华跟纳吉根本就是两兄弟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向的言论 ok 喜别好笑了 我告诉你 ok so更加好笑的来了 就在这个纳吉道歉了过后 就在这个安华接受纳吉道歉了过后 就在这一些有心人在那边骂 安华你不应该接受纳吉道歉了过后 第二天 被法庭判表罪成立 ok 那些呢 昨天呢 还在骂着这个安华 你怎样可以接受这个纳吉道歉 你是不是要放他出来 然后呢 第二天他就表罪成立 然后之前骂这些人突然间一脸错愕 昨天骂到太快了 现在不知道要讲收拾三句 然后一个两个就在那边装勺 我讲真的 之前呢 纳吉道歉 安华接受道歉 然后那些人呢 真的是这样来骂的 你这个是要放纳吉出来的前奏 结果第二天表罪成立 那些人突然间惊掉 没有话讲 ok 好 so 老实讲了 当我看到这个安华呢 他说他接受这个纳吉道歉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呢 我就想到了一个20年前 一个在俄罗斯的新闻 我很记得 那时候呢 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大学读第一年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刚开学不久 然后前面一两个礼拜我就 周末回老家 然后那时候我在一个餐馆吃饭 就看到电视机放一个新闻 那时候是震惊全世界的新闻 就是呢 那时候俄罗斯呢 有一个非常夸张严重的恐怖袭击 好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学校还是割剧院 被恐怖分子挟持 然后很多人质死掉了 然后到最后呢 这个普京大帝呢 就是叫了一队军队进去 把所有的那些恐怖分子给灭掉 大概是这样行吗 我这样讲大概应该 大家应该记得了 那时间肯定是2004年跑不掉了 20年了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呢 普京有一个名言 到现在还是为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呢 那时候有一些外道人士 还是记者之类的 就去问这个普京 他就问这个普京 为什么你要对这些恐怖分子这么残忍 就算他们是恐怖分子 都应该可以得到上帝的原谅 大概是这样的话了 OK 然后呢 这个 普京呢 他就很霸气的 回这个人一句话 要不要原谅他 那是上帝的事情 我的工作就是要送他们去见上帝 OK 讲到这个梗 大家应该 很有记忆啊 是不是 这句明言啊 用到现在还是很霸气的一句 OK 习近平都没有什么霸气语录 普京的这一句是最有霸气的 OK 好 so 我看到这个安华接受这个纳吉道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了这一个梗 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如果我是首相安华的话 现在你问我 诶 纳吉道歉 你接受不接受 我会说 我接受不接受纳吉的道歉都无所谓 要判这个纳吉有没有罪的司法官 不是我 哈哈哈 其实是义取同工 就好像普京讲的那句 要不要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情 我的工作是送他去见上帝 所以第二天你就看到 那就表罪胜利咯 哈哈哈 so 我们讲完整个故事了 安华接不接受纳吉的道歉 有什么影响 有很重大的意义吗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当时我连视频我都不做 完全没有意义了 知道吧 ok so 总的来说 其实 一当时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安华坐在首相这个位置 那些所谓的卫道人士 来问这个安华 诶 纳吉这么有诚意的道歉 你接受不接受 难道你要安华说 诶 我很小气的 我不接受 他就算死了 我都不接受 我打死 我都不原谅他 你觉得一国的首相 应该要讲这个答案吗 当然不可能 一定是讲 接受咯 但是呢 很多有心人呢 就把安华接受纳吉道歉 等于明天纳吉要被放出来 这个才是最好消的 ok 结果 事实证明了 第二天 纳吉表罪成立 但是我要强调了 安华没有干涉 这个司法 ok 就好像普京讲的 要不要原谅 conference是上帝的事情 我的工作是 送他去见上帝 so 安华原谅不原谅 跟纳吉 跟纳吉会不会被法官判罪 没有关系 ok so 其实 安华接受纳吉的道歉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新闻 一点新闻价值都没有 老实讲 ok 只是那些有心人真的是 吵到没有课题吵了 竟然连这一个方向都可以吵 哦 安华接受纳吉的道歉 这样就代表着 这是一个要放纳吉出来的前奏 结果第二天表罪成立 然后最后的最后 我还是讲那一句 如果你期待 这个司法是独立的 这样 你有怎样可能 去期待这个 安华 可以左右 这个纳吉 要放进去还是放出来 ok so 你如果是期待这个司法独立的话 你应该打从心里认为 这个安华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影响那个法官的判决 这才是事实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